小朋友专注的将手中的红色纸张上头还印有金色图案 以及聪明伶俐身体棒棒大吉大利等祝福语和吉祥话 一张张折出造型再组合成立体灯笼 爸爸妈妈也帮忙一起组装 像是糖果造型又充满喜气的灯笼就完成了 元宵节即将到来 大同区公所邀请折纸艺术家蔡丽娟担任讲师 娇亲子制作折纸灯笼 透过折纸启发创意并借由亲子合作拉近彼此距离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主要是希望透过亲子合作的方式 然后一起来做灯笼 我们今天参加的民众都是透过亲子两两一组的方式 希望透过亲子合作的方式 然后在我们的娇娇节前 然后一起同游一起同欢 折纸灯笼的这些这个互动这样子 那也希望在元宵节前 那透过这个活动 亲子间可以互相交流 然后将我们的彼此距离能够拉近 那之后再保持着这次的成果 也就是我们的首作灯笼 能够在我们的台北灯节 或者是元宵节当天 那提出去 那是其同欢也是同意 大同区区长方月琪表示 则指不仅能提升专注力 观察力和创造力 培育自信心和成就感 是最经济的娱乐活动之一 也希望借由亲子同乐欢庆元宵 玩创意首作纸灯笼 人口政策宣导活动 展现市府及区公所 对于亲子及家庭的关注和承诺 营造充满活力的诚实环境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